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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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說我是分享 因為我們剛剛是初學 那也很湊巧 就是剛好工業局有協助 讓我們夏天的決心 那等一下我來報告這樣的過程 我們在35年前 從一個寧寇袋的工業產品的製造 到現在我們要著力 在消費品牌來創造新的商機 那關於國防公司 它是一個35年的公司 我們35年來就是做寧寇袋 從來沒有移情別戀 多數的我的同業都曾經做支袋 或鬆緊袋做到甚至做到布 但只有國防公司 永遠都只有年購袋的下游 加工 我們一直在著力 我們專注做一件事 那1984年成立 那你各位看到 我們可以供應的東西有非常多 幾乎我們是全世界可以供應 年後代相關產品最多元最齊全的 那我們在去年 得到經濟部的第五屆潛力中間企業 目前是台灣最大的年後代工廠 堅持耕流總部在台灣 那等一下我會報告 我們還要再抖六 建立一個非常自動化的工廠 那我們年產出的年後代 可以繞地球十二圈 銷售六十多國 那據我們的判斷 歐洲、美國市占率從台灣跟越南出口 應該是第一 因為我們從很多大型的進口商的互動之間 我們就可以做這樣的瞭解 那我們也有得到環保跟很多品質上的一個認證 1998年我們就開始投入消費品的製造 那就是公司成立十四年 然後經過了二十二年 我們持續不斷地在努力 永不放棄 那在2017年 我們知道有一個好像要脫離困局 我們就創造了第二個品牌 以前的品牌是屬於比較傳統市場 然後新的品牌是屬於比較年輕的市場 那在這樣的轉型當中 剛好工業局的品牌台灣飛躍計畫來了 然後就給我們一個品牌診斷案 還有一個品牌輔導案 那感謝這樣的一個幫忙 然後由貞關管務公司協助 然後確立了我們在品牌 消費品品牌的建立上一個決心跟信心 然後也促成了我們在系指科學站 園區站一個670坪的辦公室的設置 這裡面有一半以上是要來納進 我們未來消費品品牌的團隊 那從1998年到現在 我們在工業用產品 各位可以看到上面的 還有Amazon、YKK、波音、IKEA 還有BossWagen、台灣高鐵 都是我們的客人 像Amazon它的下游、它的vander 一個月可以下訂單給我們 超過台幣2000萬 那個用量非常驚人 然後也對我們的產品使用非常多年 那22年前我們開始做創意生活 三年前我們做Wood Thai 好榜樣 那這個為什麼要做品牌 我本身是學商 我知道通路從製造 然後從貿易商或者是中盤 然後到這個進口商 到當地的經銷商 店面到消費者 這裡面每一個角色 它都有它的功能跟它的利得 那過去OEM是賺最少的 那我們知道 我們如果可以直接掌握到消費者 我們應該有比較大的獲利的空間 就好像Apple它可以分享 獲利的50%以上 那我們有台灣全世界有一個品牌 叫Velkro 它是1945年到1975年 1948年到1978年 年寇袋的專利全所有人 然後它的公司名字叫Velkro 美國叫年寇袋也叫Velkro 它在消費品市場享有極大的 這個說服力跟嚴重度 每一個人要買都是買它 所以它根本不太用做 它就靠品牌就可以賺到 非常多的錢 那剛剛吳主任也提到品牌的好處 那些都是我沒想到的 但是我希望我成功以後 可以得到那些好處 我們身為一個製造業35年 我們非常努力 我們直接接觸我的下游 我的下游有進口商 一個月買300萬台幣 也有很多小的公司 哪裡是下單3萬30萬 那我接觸到各種不同的層面的客戶 我們非常了解 全世界的市場需求什麼 然後從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建立了一個 只要客戶需要的 我們就去做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做到 多元化業生成快速反應的加工 這個是我們製造業來進入 這個品牌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我們可以做到別人做不到的東西 別人要學習不會那麼容易 我們的加工能量很強 我們可以自己決定 我要用什麼產品來做什麼訂單 那在這個同事品牌 當然有它的難度 那這個第一個 你必須要有極度複雜多元的職能分工 它跟做消費品品牌是不一樣 工業品的品牌是不一樣的 那首先呢 它有品牌企劃單的這個職能分配 各位看到那麼複雜 然後再來 它還要在這個開發設計跟銷售端的職能分配 這個都是過去我稍微有想到 但是真正面臨的時候你才知道 哇 原來它是那麼困難 連國內的大企業有時候要打品牌都失敗了 我們的紡織業很多大企業做品牌失敗 我不想在這邊提它的名字 但是我相信有人知道 好 再來 挑戰二就是說 當你要設計你是要賣給誰 這些人他想買這樣的東西要長什麼樣子 他要去哪裡買 平常都知道在哪裡買 這個我們不懂 再來 這個當你設計好了 你也知道可能誰是消費者 可是你要透過誰去賣呢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賣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願意幫你賣 那這些東西都要經驗 那當然這些剛好我們有工業起來協助了 我們就得到了一些 但是在過程中 我們這樣賣了能不能獲利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的疑惑 然後我們要如何 但是我想這一點我比較不考慮 我就是一直持續不斷的努力 堅持下去 那在剛才也提到 品牌的診斷、品牌的輔導 18年、19年 Branding Taiwan 讓我們有罔顧公司徵觀的協助 那我對於剛剛那個四個挑戰 有了比較有把握的掌握 那這中間我們公司的那個商業拓展部 就是一群年輕不到平均不到30歲的員工 透過跟他們的合作跟指導 我們學到了在產品的設計上 我們要如何洞察那個關鍵的時刻 那在產品設計完以後 要推進市場 我們要如何落地的去體驗 我們在行銷上的體驗的這個設計 然後比較有合邏輯的 有從進電、轉化、互購、推薦的程序 提高我們在這個商業指標上的 比較高的效能的達成 那在挑戰一 我們一定要除了說 透過專家來訓練我們現有的人員 然後我們要對我們的人員 用高度的標準去評估 不行的教育 不能教育塞掉 然後再選更好的人 在這一塊 我個人認為不能放棄 做下去放棄就輸掉了 堅持下去就會有結果 那當然我們會良力而為 再來 第二個 我需要一點水 那個 在剛剛講說產品的設計 這個當然 我認為管固公司給我們這種 新學生有非常大的助力 我覺得有時候有一些東西不能永遠靠自己 就找專家 謝謝工業群給我們一個找專家的機會 也幫我們出一點錢 然後我剛才也講到了 我們學到如何在設計的時候 去找到關鍵時刻 也學到了我們要在推動銷售的過程中 要如何落地的體驗設計 那這個 管固公司它們有一些 很看起來很亮眼的 這個所謂的一看瞄懂 一聽不懂 覺得值了我跟你說 這個乍聽之下不是很清楚 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讓客戶很容易懂你在賣什麼 然後懂了以後 他又想要去買 然後買了以後他還要再買 然後他還會跟別人說 我買了什麼 你應該也要去買 這個我們也學到 但是學到要做到不容易 所以管固公司要繼續努力知道 那再來就是說 通路通常有ABC級 你要讓A級的通路去幫你賣 願意讓你成立也不容易 那管固公司也教我們要如何去做提案 從哪一個角度切入 然後要做什麼樣的提案 能夠打動他們的心 這個是我們以後要去運用的 那再來下面 那從品牌商到經銷商到通路到消費者 這個過程是必經的 那它跟這個工業品的販售是不一樣 那相當的困難 但是我一直認為 特別是中小企業一定要做困難的事 困難才不會被copy 然後我們會永遠來努力的做這樣的工作 然後挑戰四就是 當你把前面都做好了 你的品牌的投入所產生的價值 能不能轉化的價格 那這個我想做的時候我不考慮 我們就永遠要去改善改正 永遠不停歇的提升 那這一次在這個燈光管固公司的提議之下 我們跟卡納赫拉做了一個合作 然後也驗證了這個我們公司的這個通路 跟我們的產品 它配合卡納赫拉這樣的一個品牌 確實可以把我們的產品的價值提升 讓客戶願意付更多的錢 那這個是我們第一次的嘗試 但是目前我們也會在跟其他的品牌做合作 那剛剛也講了決心是非常重要 我在剛剛的某一個場合也提到 經營事業品牌的建立 會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那像現在的疫情 通路會銷售市場的極度的下降 生意會變差 但是費用一樣要付出 那這個就是一個變數 但是在這個變數下 我們會 我們過去公司就是一直都良力而為 我們可以在任何的變形當中 我們持續的努力 絕不退縮 持之以恆 永遠做下去 那有了這個方向 我們就是未來繼續在這個能力範圍 繼續的投資 那剛剛講到我們除了在西科 有670坪的辦公室之外 我們在去年也在經濟部的一個中小企業 藉助一個加速投資台灣的叫利息的 這個叫做什麼案 一個投資台灣 那我們也得到了一個9億3千多萬的 一個裡面的8成的利息補貼 那我們即將在兩年內 在斗六一個除非子工業區 建立一個超過8000坪 還有一個自動化長途的工廠 然後落實我們公司 一向以來的經營總部在台灣 然後經濟移民全世界的一個方向 以上是我的分享跟報告 最後我還是要感謝經濟部工業局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為國航公司的品牌 台灣發展計畫得到很大的助力 然後其實我也相信我們公司 所有同仁會很努力的來回報這樣的協助 謝謝各位